而百元便當店也要拼特色 土雞因為飼養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肉質軟嫩不柴 這成本相對比較高 因此市售的雞肉產品 多半都使用白肉雞 但土雞的業者 為了不讓白肉雞 獨佔了外食的市場 就北上來開便當店 產地直送 主打百元的便當 配菜旁 油亮雞絲 別以為只是一般肉雞 這可是國產土雞肉 卻因為土雞 吃起來口感不柴也不軟爛 自帶甜味 適合時下超流行的低卡餐 台灣人超愛吃雞 從小吃店到路邊攤 應有盡有 統計平均一天吃掉 兩百七十萬隻雞 但成本壓力下 市售便當 雞肉多半選用白肉雞 其實土雞自養其長 加上曬太陽 不只肉質相對鮮美 更富含優質蛋白質等營養 會推廣土雞 雲林的土雞農場 乾脆自己開啟便當店 產地北上辭送 店內食材 全選用等級較高土雞肉 儘管進來原物料成本飆漲 依舊維持雞寬百元便當 市場上標榜土雞的業者 也漸漸興起 除了十一雞 超值百元便當外 南部幾家的圓魚牧場 部分門市也有舒肥土雞便當 南機場夜市有名的山內雞飯 也是堅持選用土雞 堅守船程並與時俱進 業者一條龍經營 讓不用過多調味或加工土雞產品 走路你我餐桌 藉著張晨晨靈世環台北採訪報導 海外是最為公司的選用土雞 水平台北採訪 聯絡天使用土雞 海外 排鑼 旺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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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